艾叶 好 这个艾叶呢 我们在介绍针灸的时候 那个灸就是那个艾叶 这个艾叶呢 是除了这个灸以外 可以做汤祭 张仲敬呢 用了艾叶的地方 用在妇科里面 妇人的子宫太冷 所以子宫太冷的话 道理你月经不顺 或者是女人要怀孕 子宫里面太冷 脚太冷 这个月经延后 只要没有淤血 通通可以放艾叶下去 那艾叶呢 晒干过以后很轻 所以你用两钱够了 有时候一钱也够了 像个子比较小的一钱 个子比较中等的 像我这种用两钱 那遇到像熊一样大的女人 你可以三钱啊 对不对 因为长得像轮胎一样 那种女人 你可以用五钱 五钱就一大包啦 五钱的艾叶就一大包了 很轻嘛 所以要看因人而异 要是对的 剂量你要看大小 他个人的大小 好 那可以做尖剂 好用了很多条精止血 安胎 好 所以艾叶在内科上面 内服的药上面呢 被拿来做女人的妇科 好使用最多 好 像苏工说 鼻子出血 还下龙下血 龙血 好 下历带血 好 都可以 好 那像那个纸崩啊 雪崩啊 都可以用 好 你看 苦酒坐尖 治血 什么叫苦酒坐尖 就是用醋跟爱煮在一起 那醋跟爱煮在一起的时候 好 你们记得 自血那也很好 不是叫你去喝 就煮完以后 你外出血 这一定会有效果 因为醋是酸酥嘛 爱叶本来就是清热解涂的 酸酥 好 一涂上去 效果一定很好 所以长了险 那个险长一块 很顽固的险 之后用爱叶跟醋煮在一起 好 那这个醋你不要跑到美国 美国的很多果醋 好 在那个架子上 你都那个 那个水果醋 那种好 苹果醋什么 你看 这个中国以前没有那种醋 就是那个米醋 好 用米醋来 好 最好 好 唐龙参呢 他是爱叶为苦而气温 好爱戎呢 又能发火 好点火 对不对 所以他能够温干补火 好 最干净录子宫嘛 录血饰好 血饰就是子宫 好 最路能录血饰 你能惊痛 好爱叶可以去血饰 你们的冷气 好 那你如果说老师 啊 我这个爱叶 好 我这个痛经痛得很厉害 好爱叶两千 好 好 好 我现在会了 老师这个泡肤子很热啊 啊 炮锅的父子 好 是子宫啊 细心啊 下交的寒丝 两千 哇 这很凶啊 还有一点痛 你再加点白勺 对不对 白勺 好 那你说老师 那个 张红花家一点点 好 参求 你看 你自动开摔的方式 一定有没有效 一定有效的嘛 你就看就知道了 好 了解我也是吧 那京方是京方 京方的做你的基础 基础方 那可是京方没有的 你要自己会配啊 啊 京方 京方掉了很多 好 掉了很多 好 我只是随便开一下 好